就是這次華航馬拉松第一次舉辦這個賽事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參加 大家應該都是 那你們在第一次參加 目前到現在還沒開賽為止 之前的體驗如何 目前1到10分可以給他幾分 應該說如何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強德瑞 今天是我們的賽道調查員系列 這次我們要來調查的是華航馬拉松 我身後就是華航馬拉松的起點了 我們先來調查一下 第一屆舉辦的華航馬拉松 究竟它的物資準備怎麼樣 現場動線安排如何 等一下再來採訪一下 這是參加華航馬拉松的跑者都穿什麼跑鞋 OK 我們就身後先第一個看到的 欸華航馬拉松大手筆耶 他們的這個領頭的這個計時車 開在最前面的竟然是Posh耶 而且我剛剛觀察了一下 他們很貼心的是使用電動車 這個蠻重要 因為有時候領頭的車很帥 但如果有時候氣太大 那個跑者其實會吸蠻多廢氣 這時候是電動車其實還蠻棒的 然後它的路線呢 在前面那邊 其實是華航馬拉松的主會場 但主會場走出來 在這個位置就是起點 老實說我覺得 這不是很方便 原因是因為這場比賽如果人很多的話 等下往後排的路線其實會擠在一起 尤其它是有21K跟10K的組別 如果從這邊出發 排隊排了很多的人龍 但是又有10K比較晚到的話 或許會小塞車 但現在4點的時間 還看不出來等下動線會不會卡住 就觀察一下 它的場地安排在那邊 大部分都是贊助商的攤位 然後記錄區那邊有一區 但是我身後左手邊那邊也看到有另外一區的記錄區 不知道是不是10K跟半馬的位置 會有兩個分區的一個分流 那衣服呢 這是半馬組別 是粉紅色的背心 那10K的組別呢 是白色加粉紅色一點點點點綴的短袖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調查一下 這是參加華航馬拉松的跑者都穿什麼樣的跑鞋 請問你今天要參加什麼距離 我今天跑21K 半馬 半馬 也是21 三位都是21 10K 10K的組別 今天參加半馬 我參加21K 我是5K 今天跑半馬 今天參加21K半馬 我10K 10K組 也是10K 我是跑21公里 21K 那你呢 我是5K 我是跑21K 21K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穿什麼跑鞋 我先穿的是9K Vaporfly 第三代 第三代 我穿亞瑟士的Speed II 的Infinity Round 4 你感覺跑他穿起來感覺怎麼樣 就Q彈啊舒適啊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沒有跑很快啊 而且他很好看外觀很漂亮 對 沒錯 瑟士的 最新的 Magic Speed 第四代 這雙跑鞋才剛上市不久 你穿他感覺新的體驗怎麼樣 覺得那個回彈的感覺很好 嗯嗯 這次穿那個愛迪達的Pro3 這個Pro3的顏色我怎麼好像沒看過啊 這好像是那個 這次奧運出的顏色 奧運的配色 對對對 還很好看 Boston 12 Nimbus 25 我今天穿 馬荷6 我今天穿Nubilance的 Rebel 3 V3 那你知道你穿什麼型號嗎 我是Nike 然後忘記我的型號是什麼 亞瑟士的鞋子 GT2012代 我不太喜歡前傾的鞋子 我喜歡那種比較平底的鞋子 穩一點點 穩一點點的 GT2000的支撐性其實是真的蠻好的 一般 那個回彈力很夠 對 然後穿起來整體都還蠻舒服 前面因為它是比較寬卷 所以穿起來前面不會壓 對 覺得還不錯 而且這套跑鞋最近很夯 它是不是 入手價格算蠻友善 對 你們就是兩千塊以下都可以買得到 兩千塊以下啊 真的 是有碳板的 有碳板 有碳板鞋 所以可以見一些 覺得就是市民跑者 然後在經濟上面有一些考量的 很不錯耶 好好好 太好了 那妳今天穿什麼跑鞋 我穿那個Nike的 小飛馬是不是 對 那妳穿什麼跑鞋 一樣B-Mine 那妳的心得有沒有跟他不一樣想分享 我今天有特別跑過山路了早上 我平路跟山路都跑過 真的很好穿 等一下妳今天早上還去跑步了 然後等一下還要再比10K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啊沒有問題啊 輕鬆跑得 太厲害了 1080V13 超喜歡我有五雙 妳有五雙 等一下妳說同型號妳有五雙 對同型號 顏色不一樣 我有病 真的是太愛了吧 那她最近不是要出新鞋了嗎 對啊 好那妳再試試看 看能不能再買五雙 就是囤貨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一雙就沒有 New Balance New Balance的 這個是 V3 對穿V3 OK 妳們目標的比賽成績 沒有就輕鬆完賽就好 這麼輕鬆 大概是五五零的配速這樣子 所以大約是兩小時出頭 對 大概就是六分半 可以慢慢跑完就可以了 加油加油 好 想跑五分數 五分整 大概105完賽 八十分鐘 這麼客氣八十分鐘 所以每公里八分數 對 輕鬆完成就好 沒問題 九十到九十三吧 大概是四分 十五到二十秒左右配速 對對對 今天完賽就好 這麼輕鬆 因為腳有點瘦傷 OK 好 那妳呢 試試看三十分鐘 六分數完賽 對 可以 希望能跑 近兩個小時十五分 兩小時十五分 對 我希望還是兩個小時以內 希望 一個小時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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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跑所以 第一次參加 輕鬆跑 輕鬆跑就好 這麼客氣 目標大概壓在五十分左右 五分數完成 對 輕鬆跑 四三里 輕鬆跑兩個半小時 對 回來就好 我剛剛採訪到現在 大部分的人都跟我說 今天只要輕鬆跑 我還沒有聽到要拼成績的 是不是星光碼的氛圍 大家就比較chill一點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這次華航馬松 第一次舉辦這個賽事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參加 大家應該都是 那你們在第一次參加 目前到現在還沒開賽為止 之前的體驗如何 就是他收到的物資啊 衣服背心啊 甚至還有這個衣寶袋 你們覺得 這樣比賽 感覺怎麼樣 目前一到十分 可以給他幾分 應該說 如果背心不要太小見的話 應該至少可以給到九分 那你們有去零那個嗎 有有 零了零了 所以又加0.5分 有再加回來 所以現在是9.5 本來8.5變成9 好8.5變9分 好那你呢 我覺得還不錯啊 因為我女孩子的背心 應該沒有什麼差別 尺寸還OK 你四穿是可以的 對對對 所以還好 那你呢 你給滿分啊 真的假的 為什麼給他滿分 因為跑這麼多場 第一次有下午半了 晚上好這樣子 欸我覺得重點很重要耶 我覺得重點很重要耶 我剛剛是下午睡到飽 然後才出門 整個心情其實滿好的 我覺得他的那個 寄屋袋很用心 所以我這次有特地拿出來使用 馬上開箱使用 對然後還有一個那個 我就是會亮亮紅色的那個 手環 對 我就是很貼心 那個東西我在開箱的時候 還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要給一個橘色袋子 對我覺得超久 因為我們是螢光夜跑 原來那個是怕大家會跑到被撞到 危險 對我就很優勢 我可以給他八分 八分 是 那八分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 手環還滿特別的 因為在星空下就是 夜間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還不錯 真的會亮嗎 因為我沒有在晚上開起來過 有 這會亮 對 所以他這個手環是 你給他八分的關鍵 對 星光夜跑就是要有個亮亮的東西這樣 對 才會照亮你我 目前為止 十分 可以給他十分 就是物資啊 然後各方面你都覺得很完美 主要是 這次那個半馬跑著反應那個 上衣過小的問題 對 他很快就 有解決 那你已經有去拿了嗎 還沒有 我現在才準備要去拿 就在身後那邊 那希望你可以換得你 順利適合的尺寸 好 待會90分加油 希望能夠一起加油 八分吧 八分 我OK 停車OK你們是騎車還開車 騎車 有停到位置 有停到位置 那上次Gaming Run就早很久 真的 我剛剛是停蠻遠的 後來發現裡面竟然可以停車 對 我後來發現 因為上次Gaming Run裡面不行 對對對 所以目前為止可以給八分 對 好 那希望你們今天體驗完這樣比賽 可以再遇到我 我們有機會再遇到你再採訪一下 分數有沒有改變 待會加油 應該八分吧 八分 嗯 補給的安排 然後還有給醫保帶 等等的這些東西都還不錯 然後背心的話 我們等一下賽會好像可以再拿一件先進的 等一下就可以先拿 我剛有經過 就在旁邊的帳篷 現在有八到九分 因為食物很多 欸有 後面有食物可以吃 後面的湯味好像食物很多 OK 很期待完賽的時候可以去吃 好 那你呢 九分 因為可以抽機票 欸這很重要 我等一下也要去投 好 我記得好像是五點前 好像有三物長的機票 對 是第一名才有機票 沒有沒有是用抽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大家認認有機會 而且今天有9M88 我們剛才聽到她在練習唱歌了 喔原來如此 好 待會你們加油 好 待會你也加油 待會兒六分 六分 嗯 怎麼說 就是我剛進來的時候找不到G5點 喔 好 那那個物資咧 你覺得她的袋子跟背心的感覺 蠻豐富的 也蠻豐富的 而且有照顧到桃子的心情 還有補了一件跑衣 喔 這很重要 就在旁邊欸 你領了嗎 待會兒要去帳篷領 好 太好了 待會兒比賽加油 應該是九分吧 九分 你覺得感覺很不錯 對 剛剛不錯 好 8.5分 對 為什麼給8.5分 因為光一寶一袋就可以8分了 欸 一寶一袋 其他我還沒有體驗 所以我剛來現場 慢慢加上去 那人家幾乎去那邊 然後半碼還有多一件背信在後面 有 你知道我剛剛採訪大家 我已經都跟那個 後面有個旗子說有事問我 有事已經可以問我了 其實到現在我還沒有進入到指揮場 但目前整個流動的路線 我給8分 你們已經去記錄了 對 8分 我給9分 為什麼 飛機很可愛啊 太好了 我先給10分 這直接給滿分 因為我覺得那個舞台效果好好喔 好像在看演唱會的感覺 等一下有很多歌手會來表演 所以比完賽要留下來聽一下 好 感謝你們 謝謝 我要講 澤瑞比電視上帥 太好了 一定要撿 這個要撿進去啊 聽了這麼多跑者的分享 大家穿的跑鞋都很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個輪廓 跟平常早上看到的比賽跑者好像不太一樣 星光碼的TA會有一點不同 我準備開始去熱身了 待會兒熱身後 比完賽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對於花王麻松的比賽心得 OK 我們去熱身吧 OK 接下來賽道調查人最後一個人 就是我自己的個人心得了 我已經跑完了21K 我的獎牌 這次呢 我是穿著這雙手上的索康尼MD部分 Pro 4 那我賽前呢 預估是要跑95分以內 那還好最後完成 我跑91分50秒 那我穿著這雙跑鞋的體驗呢 我覺得也還蠻棒的 因為這張比賽是索康尼贊助 所以索康尼就提供我這雙Pro 4 來參加這張比賽 整體的感受 它的暴力程度啊 跟上一代它自己的三代比起來 我覺得稍微溫馴一點 然後穿起來也很舒適 小小可惜的地方 是它的推進感受 比較沒有那麼暴力 但如果以 我覺得半馬在90分到105分這個區間 它是一雙蠻好駕馭的 但是如果想要再快一點點 這張跑起來好像一點點超嫌不足 因為它沒有到這麼剛硬的這種碳板 但整體是非常輕量也很舒適的 那整體我對於華昂這張比賽的分數呢 我覺得可以達到7.8左右 那它在賽前送的背心 還有它的衣寶袋 其實都是非常的用心 而且它一開始尺寸有一點點問題 也馬上惡話不說 就讓大家可以帶來現場再領一件 尺寸不對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照顧跑者的體驗 那在現場呢 我覺得小小可惜的是 就是有幾個水站或是領物質的地方 可能會有點小小混亂 到終點的時候也有點擠在一起 這個是可能在接下來幾屆 可以越來越好的地方 還有幾個就是在出發前 它的起點設置在寄屋區的附近 所以其實在21K在起跑的時候 其實會整個把會場動線 我就會有點小小卡住了 就是幾個可以升級的地方 那整體來說它的水站其實是蠻充足的 而且也蠻平均都可以體驗到 所以我覺得華昂馬松整體是有做到 它應該要有的質感 那這場比賽還有一個很讚的地方 就是我在出發還有中間的晶片區 以及我最後到終點的時候 都有美美的空服員幫我掛上獎牌 這個體驗真的非常有華航這個 禮遇貴賓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點是蠻加分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賽道調查員 我是你的家長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一集我們將到長龍馬松的賽場 來為大家做一個賽道調查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